委員長 謝謝 我們的院長對你的期待甚高 下很多指令要您一定要在工作崗位上 讓我們看到我們考選部的 跟過去不一樣的一個績效 不過在交接典體上 院長講了幾句話 我倒是心裡覺得有點怪怪的 他說過去我們故意發言不清楚的董次長現在已經部長了 那我第一個感覺就好像說 你這個次長變成部長 是不是我們院長很早就告訴你呢 會不會這樣子 他說故意發言不標準 那是不是也表示我們的賴前部長 下台早就有徵兆 是不是這樣子 跟委員特別要報告 因為我叫董不姓董 人家講說是一謀論 外面啦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因為我叫董 我姓董嘛 董次長 然後 講快叫董次長 董次長應該變成董次長啊 怎麼會變成董部長呢 不是啊 就是 這也不是我人生規劃 不過 就是 就因為這個 臨為壽命嘛 然後所以 當時講是說 因為我們常常有跟我打招呼的時候 講快樂 叫董次長變成董次長 所以在考試院大家有時候開完就叫董次長 董次長 這只是一個花絮 是 這個考試院過去給人家感覺中規中矩 然後 案表操課 依法 刑事 而且呢 在說的部位當中啊 問題被人家拿出來檢討最少的一個 坦白講 那但是啊 前陣子那個 我們考選部的一個小事情 把事情鬧得這麼大 那又引發了後來這些 外面很多的一些聲音出來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以你的表現啊 讓外面這些瘋瘋瘋瘋瘋 趕快沉添小區 你覺得現在接這個部長 跟以前次長有什麼不一樣呢 呃 具有的政策我們去往全推啊 那我們當然也會做一個公務員的表算 你看你這個下鄉都Homestay啊 是 以前從來沒有做過啊 是是 考試院的觀念Homestay 你要當年做Homestay呢 跟委員報告 我們昨天啊 已經去拜訪了台中市的農業局 還有衛生局 還有跟他們的動食物檢驗局啊 去了解呢 現在目前 還沒考上還是印考人 已經考上了這些 印考人部分我們現在還沒有做 我們先對那個 因為現在動食物檢驗方面啊 這人力的問題 還有我們是不是考試方面的 是不是有落差問題呢 我們昨天呢已經開始我們的第一站 已經跟這個台中市農業局 還有台中市衛生局 還有動食物檢驗所的所長 還有科長們呢 面對面的溝通 我們也帶回了一些我們考選 還有人事行政應該要配合的地方 你們這個新的做法 我非常認同 除了是總統的指示之外啊 因為你這樣才能夠真正了解民間的聲音 是是 可是這是正面的喔 不過我覺得也要小心負面的喔 包括你們要提出說 考試多元以國際接軌這部分 是是 你們接就是說 裡面要引進結構化的口試 還有心理人格 很多 現在考生不見得知道 那這當中你們也要注意 是不是會有相關的流逼出來 我們會專辦 我們會跟考生溝通 加強說明 看說點它必要 因為考生有些人喔 準備了三年五年十年 有些像司法官一準備 那個是十年以上都有的啊 有有有有 就是你要整個遊戲規則 競賽規則 考試規則改變了 那有些時候 報告委員 如果我們要改變 應該要有一個過渡 對 不能可以貿然進行 而且還有配套要好 不只是過渡 我覺得應該啊 要公租一次 而且講得很清楚 讓大家覺得 毀案地帶 然後好像是因人設施 或是有其他的 我剛剛講 其他的問題 我們會注意到 還是對您給予加油 跟期待 董部長請請回 謝謝 我請教一下我們的 張大部長 不好意思啊 你是前輩齁 那你不想問 其他委員啊 問及縣市之間的這些 植物列等的問題 我們都尊重 因為其實植物列等 你怎麼做 都不可能做到 大家都滿意 絕對不可能 那我現在 謹就我們目前 我上次就是 也曾經跟您請教過的 一樣是直轄市的植物列等 就有不同的標準 不要說縣市喔 就像台北市 高雄市 副政單位 副政主任的植物列等 他們是八至九十等 台北高雄市 但是現在新成立的直轄市 像台中 新北 新北也是喔 台中新北 台南市 他們副政單位 確實只有八十等 我是二十人以下 二十人以下 那 為什麼有這樣一個差距 當時您也講過 不過 我當時您跟我講說 很快要有一個答案 或是有一個討論一個方向出來 我想了解一下 現在我們往哪個方向來走 給廖委員報告 因為當時實際上 這些人 廖委員跟這些人 也到 不明來看我 實際上我跟他們 充分的交換 激國動 不是廖國動 對對 激國動 激國動 抱歉 然後跟他們也溝通 結果 我們現在有關 植物業等 我們是 現在 我們已經在開始 積極推動了 那積極推動 我們最主要兩個方向 就像剛剛 就文所提到 第一個 就是現實地方政府 跟直下市之間 甚至直下市 和直下市之間 之間的不橫平問題 我們會做一個 第一階段 我們做同盤考慮 第二個 中央跟直下市 中央跟直下市之間 的有關植物業等 不橫平的問題 我們也會做同盤檢討 那整個同盤檢討的案子 我們會已經 我們初步已經有構想 我們會盡快的提出來 這個 部長 我現在不想在那邊 問你的底線 或是說你們打算怎麼做 但是我只是要建議您 就是說 已經講很久了 而且這當中真的有問題 應該趕快進出解決的 我們應該優先來做一個解決 而不是 你說要全面完全 全面到位是不可能的 你把所有的各個層級 中央地方 直下市 縣市政府 甚至乃是鄉村市公所 所有的問題 一次到一次解決 我覺得這太困難了 也不是說 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有些階段性的問題 你覺得這個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先解決 我覺得你應該一步一步來 是的 而不是說 等到所有的問題 一步到位 我們分階段 照借委的意思 我們會分階段 所以部長我還是建議說這件事情 因為你也相當了解 這個 我不要再贅述 那 改天我再找個時間請教你 不過我是希望 這部分請您 一定 尤其我跟他講 因為 不只是 副證人員 包括警察人員也是一樣 警察人員 你說 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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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務